移民到加拿大之后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对于很多移民到加拿大的人来说 在新的国家生活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情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移民加拿大有哪些事情发生了变化 大家好,我是加拿大移民部 持牌移民法律顾问世锦斯 每周都会和大家分享下移民留学生活的相关内容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老规矩咱们还是要先赞后看 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和我做一对一的沟通 那我们就来一条一条的旅 第一个,莫国与家庭的变化 来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国家 新鲜的事物,截然不同的文化 都会冲击着移民的家庭 可能你在国内习惯了人情的细细攘扰 朋友的三五成群 但这在异构他乡却因为语言不同 或者没有建立好自己的朋友圈 而无法不感到孤单寂寞 那么孩子作为一个移民家庭中 接受新鲜事物比较快的个体 通过他在学校和同学老师的接触 会更快的融入这个新鲜的文化氛围里面 而有些移民的家庭中的家长 却抱着为了孩子而移民加拿大的心情 无法融入,却又无法离开 这么矛盾的一种心态 抱着这种矛盾心态的家长 就更容易在孩子身上去施加压力了 差一些的情况可能会导致孩子的叛逆 家庭的不和 但你其实如果是敞开了心胸 你自然能够体会到不同文化 有不同文化的好处 虽然加拿大是一个地广人心 但它的环境和景色真的都是数一数二的 不如就放缓一下在国内紧张的生活节奏 调养一下因为你在国内忙碌而累坏的身体 你拿出更多的时间来陪伴自己孩子的成长 促进亲子的关系 同时你要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不要把你的所有的兴趣爱好和心思 全部放在孩子的身上 这样反而会增加他的压力 比如说网球高尔夫 这些在国内相对于比较高消费的运动 在加拿大都是相当平民化的 让你自己不在不得不留在加拿大 而是有选择的情况下 更加有意愿和孩子一起留在加拿大 第二点就是海外资产税务的变化 海外的资产申报是一个近些年来 逐渐引起重视的话题 而这份重视正是由以前的不重视 海外资产申报而发生了一些 比较惨痛的教训所换来的 那今天我们就要说一下 对于海外的资产申报 我们需要的态度是要重视 但不是惧怕 而且是要合理规划 海外的资产报税的第一次申报周期 是在新移民登陆后的第二个报税年的4月30号之前 根据加拿大的税法规定 凡是当年有超过10万家元海外资产的个人都需要申报的 而海外资产申报并不是一次性的申报 而是需要每年根据当年的海外资产情况进行申报 并不是可以为了方便审视 就每年都报一样的数字 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具体的申报 每年申报海外的资产 只是方便加拿大的税务局了解你的资产的所在 并不一定代表着就要有大笔的缴税 如果你的这项海外资产并没有产生增益或收入 那么你自然不用担心交税的问题了 那么在海外资产的申报上 有些人还抱着一些侥幸心理 这其实是非常不可取的 其实只要合理的规划阐明细节 海外资产申报是一个保护你未来资产的有利手段 反之如果你不够重视这个问题 则有可能造成大笔的罚款得不偿失 还有的就是合理合法的避税和延税 在加拿大政府是提供一系列的方式方法 给个人去做合理的避税或延税的规划 那所谓的避税就是通过合法的途径 降低缴纳的所得税款 而延税就是将本来现在要交的税 延迟到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再去交 比如说到你的退休以后 那这个时候你的收入的降低 可以有效的降低当前的应付税单 所以在加拿大生活的人都会接触到 比如说TFSA免税账户 RSP注册退休储蓄计划 和RESP注册教育储蓄计划等等 或许和加拿大当地人喜欢花未来的钱的 这个消费观念有关 过很多人都喜欢依赖贷款来过日子 那么政府在前些年出台了一系列的储存计划 就是为了鼓励个人多去存点钱 为自己的未来着想 接下来就是医疗了 在医疗方面加拿大政府算是非常大方破绰了 举个例子啊 我们先说安大略省 因为每个省都是各自省负责的 安省的居民都会有一张健康医疗卡 拿着这张卡片可以在安省的范围内找到自己的家庭医生 每年每个人都有一次免费的健康体检和一次免费的洗压服务 如果啊 我说假如说如果有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只要进了医院 在医院里发生的所有费用都由政府买单 包括你的住院费和你的时速 当然啊 进医院并不是一件很轻易的事情 没有家庭医生或诊所的诊断书 医院也不会随便接纳你 而最令人感到幸福的 还要属安省的学生资助计划 这个计划是针对所有安省的居民 而且不论年龄的大小 只要符合资格就可以申请贷款读书 贷款计划不但减免30%的学费 还会根据申请者的收入情况 给予部分的贷款免于偿还 而且所有的贷款都是免息的 所以在经济低迷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选择贷款去读书深造 等经济回卵后才能更好地抓住机会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有关于移民后生活变化的一个话题 那如果你有加拿大移民留学的任何问题 欢迎来联系我 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做进一步的资讯 我是加拿大移民部的持牌移民法律顾问 加拿大22年的老移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